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晚就有消息傳出了 就說今年全國人大會議其中一項議程 就是要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 就著國家安全在香港的實施進行立法 這就等同於在大陸人大設立了一條國家安全法 然後夾到基本法附件三當中 就在香港實施 即是大陸立法在香港施行 這就引起了國際媒體的廣泛關注 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說明了 他就說如果這條國安法真的在香港實行 美國將會作出非常強烈的回應 而且他就會在適當的時間 就著香港的問題發表聲明 而事實上 美國能夠在他的能力範圍之內 是能夠幫得到香港多少呢? 就可以從大格局和小格局來分析 作出這個分析以前 我也想說一下一件事 就是自從國安法的消息昨晚傳出以後 不少香港人的心情似乎都是有點跪動 這個從各國社交平台上市民的留言 是可以反映得出來的 而且昨晚有些大數據都顯示 國安法和移民成為了首層熱門關鍵字 好了 其實香港的問題來到現在已經進入了關鍵時刻 也是避無可避 而香港人經歷了過去這一整年的經歷之後 也應該會想不到一件事 就是這一天要來臨的時候 都是差遲早的問題 我們之前在節目當中也說過 2047年這個中局 肯定會提前上演 到底是提前好 還是一直擔誤下去好 那就兩看 現在就擺明無可選 肯定會將這個結局提前上演給你看 即是中間那一段就腰斬了 對於每一個香港人來說 我又覺得 如果從善良的角度 從正面的角度來看 都不完全是純粹一件壞事 起碼將這個大結局提前上演的時候 當香港人面對著這個艱難時刻 大家就會有所判斷 有所取捨 有所決定 應該接下來要怎樣做 又會有一個抉擇 故此大家都會理解得到 其實現在就等同於當年TVB 將這個輪流轉腰斬一樣 將大結局提前了27年來上演 好了 說回美國 到底美國能夠在它的能力範圍裡 幫助到香港多少呢 從大環境大革局 從宏觀角度來看 至少美國有幾個選項可以做的 第一就是檢討香港政策法 又稱香港關係法 這件事已經重複說過很多次了 就是到底會不會暫緩 香港政策法的實施呢 會不會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呢 如果會的話 到時候 中國就不能夠從香港這個窗口 去引進一些敏感的高科技 可能也有人會問 大陸的華為剛剛才被美國封殺 連台積電都不能夠再向華為供貨 為什麼還要抹殺這個窗口呢 我又覺得不能夠用理性的角度去分析 以及看大陸的決定 本身要將國安法放在附件三當中 在香港實行的行為 都是非理性的 所以有些事情不能夠理解 第二樣的選項就是什麼 就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就是大陸的集資窗口 一旦你搞這一個東西的時候 美國會有什麼反應呢 美國的參議院剛好已經通過了一條法例 就是叫做外國公司問責法 好了 講這條法例之前 又講一下 大陸其實都不是沒有應對辦法的 當然 如果是將香港搞磨了的時候 當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難免不保 大陸也有些分析或聲音都說出來 就說不在香港搞 就在英國的輪交所搞 大家只要看一些數據都會發現到 其實輪交所無論在市值或交易額 都不是想像之中那麼高 而輪交所早在幾年前 已經買了意大利的交易所 到底輪交所總市值是多少呢 今年3月的數據是29,200多億美元 只是港交所已經是42,300億美元 輪交所比起上海證券交易所 總市值也是為之低 好了 另一件事就是 英國方面到底取態是怎樣 去年大家應該都記得 有一宗消息就是 港交所就想買輪交所的股份 但是後來就是用一個政治的理由 政治的原因就是拒絕了 整宗交易是被捕倒了 好了 到底英國面對大陸 如果想進軍輪交所的時候 會不會是站得硬正呢 這件事會不會為香港 盡回多少的道義責任呢 會不會在這個關鍵時刻 會站在香港人那邊呢 當然這方面是很被動的 純粹就是靠國際遊說 以及就是當地的政治人物 要不需要又向英國政府進言呢 如果他們都認為 應該是向香港人 盡回多少道義責任的話 因為始終 中英聯合聲明 英國也是其中替約的一方 在過去二十幾年 都算數了 說他們如何監察到中英聯合聲明的落實 這件事都不說了 但在目前這個時刻 會不會做回多少的事情呢 當然香港人是很被動的 好了 說回外國公司問責法 這條法案是由 共和黨籍的路易斯安拿州參議員 John Kennedy提出的 他發言的時候就說 不是想中美陷入新的冷戰 而是想所有的人都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中國要遵守規則 不過市場的解讀肯定就是 中美會不會在金融方面進一步脫鉤 好了 這條法案其實就在參議院裡頭通過了 好了 這條法案到底在規定了什麼呢 就是說 任何一家的外國公司 如果連續三年都未能遵守 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的審計要求的話 就將會禁止這家公司的證券 在美國的證券交易所上市 而且這條法案還要求那些上市公司 披露他們是否由外國政府所擁有 或者控制 很明顯他又沒有說針對哪個國家 但大家都明白了 又是劍指中國那些企業 這個法案有什麼的終極影響呢 就是使中國企業在美國面臨著一個退市的風險 當然現在只是在參議院通過這條法案 在眾議院暫時沒有一條平衡的法案是通過的 但是面臨著這個選舉年的時候 兩黨對華的態度都是強硬的 要在眾議院裡頭通過也不是一件難事 所以這件事也是美國其中一樣的殺手間 當然目前也是通過了一半 再要在眾議院通過 而且才可以交由特朗普來簽署確認 這也是其中一個選項 好了 對於小格局來說又如何 就是微觀一點 針對個人 比如說香港人權與民主法裡頭 提到的制裁機制 或者凍結那些侵害人權的官員在美國的資產 或者停止他們進入美國的簽證 或者停止他們的子女去美國就讀等等 但是在這個小格局來說 因為那些人本身已經為大陸賣命了 而他們今時今日仍然擔當這個傀儡的位置 相信他們一來就不由自主 二來就是根本上他們已經預視到會有這一天 就算被美國制裁也好 被美國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也好 這些可能都在他們的預計之中 所以在這個小格局來說 似乎作用就不太大了 主要都是看大格局 那幾個選項到底能不能夠實踐出來 最終來說美國這些措施 能不能夠有效呢 或者甚至乎能不能夠阻止悲劇的發生 真是未知之數 因為美國實施這些措施的時候 背後的理念也是 你不鏡住自己的人民 你也要鏡住自己的利益 問題就是當他走到這一步這麼急的時候 將國安法直接放在附件三中 要在香港實行 這一步本身已經是非理性了 所以不能夠以一個理性或客觀的角度 來分析行為 因為不能分析 如果這些行為做盡了之後 這些叫做和平的手段 做盡了之後 仍然是無法阻擋的話 這樣也沒辦法 這件事就領用毛澤東那句 叫做天要下雨 良要嫁人 英語就叫做so be it 沒辦法 有些事情不是說 美國有一個措施實踐出來 就能夠真真正正阻擋到一些事情發生 因為他現在不是在應付一個理性的政權 好了 有些人說到關於移民的問題 我就覺得這件事 我就尊重大家的意見 眾說紛紜 有些人說應該去 有些人說應該去 有些人說應該留 我覺得不要緊 就算在這一刻 有些人選擇他要暫時離開 我覺得也是會尊重 為什麼呢 因為每個人應該要圍住自己的命運 來掌握和決定 只能夠在這一刻圍判他們 去到外國的時候 仍然要關注香港的情況 如果香港人需要援助的時候 希望他們也會伸出援手 乃至到最後香港能夠光復的時候 希望他們也能夠回來建設 就是這麼多 我覺得去到這個時刻 再去怪責他們 已經很無謂了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